2012年12月14日早上9点 刚刚8点40分的时候吃过早餐 现在跟她量血压 妈妈一直都是这样想睡觉的状况 现在量出来是153,68,85 那她的衣服这边 这条摸起来是湿湿的 从这一块开始是湿湿的 不知道为什么会湿湿的 那衣箱也是湿的 刚刚给她看过 这个地方整个是湿的 这块是湿的 然后腋下也是湿的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种现象 这个腋下这个地方是湿的 所以我要请她们来跟她换衣服 这整块是湿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